我们把这一讲很快的复习一下 这一讲就是来介绍线性变换 我们现在处理的就是一个向量的形式 也就是处理多维的概念 那要处理多维的概念呢 用矩阵是一个很好的表示式 因为矩阵的乘法的定义呢 它就会有这个分配的关系 那细数呢也可以提出来 就是有这个分合有这个伸缩的特性 那我们看了几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说怎样 它是一个投影映射 投影映射它是一个从二维 映到二维的子空间 但是它只是映到二维里面的一维 它把所有东西都映到X轴上面 那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可以写成矩阵 写成怎样的矩阵呢 用一个二乘二的矩阵 把XY映成X0 那这边就是什么10跟00 那类似的这个 也是一个线性变换 那这个就是怎样呢 它事实上是把XY要映成X加YX加Y 那这里的话呢就变成是我里面都要写什么 1111 那这是一个线性变换的例子 但是我们平常看的这个距离 它就不是一个线性变换的例子 你就不可以把它拆开来做 所以这个算距离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那像这个呢 像曼哈顿距离这个也不是一个线性变换 就是你今天因为你看了 就是说你并不是说负33 你也不可以把它拆成 F负3加F3 F负3豆点0加F0豆点3 这个并没有拆开的特性 但是如果像今天我把它定义成这样子呢 FXY定义成X加Y 这样子它就是一个线性变换 它是一个怎样的线性变换呢 我们就是把它这个向量 印成这个EE 那就得到了X加Y 它是一个把二维 二维印成一个E维的变换 二维印到一个E维的变换 那微分呢 微分其实跟差分一样 它也有分合的特性 所以它是一个线性变换 但是要写成举证乘法呢 我就要限定维度 例如我们就去看怎样呢 我们就去看二次多项是它的微分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那个举证的方式来写 那积分的运算到底是不是一个线性变换呢 这时候呢我们当然就要去适当的规定一下 就是说到底我的积分要定成怎样 才能够是一个线性变换 那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就是说它是不是线性变换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如果知道它是一个线性变换 你要拿它来做什么事情 这是一个比较更重要的思维 就是说线性变换只是要让你这个名词 只是要让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 什么时候可以分合 什么时候可以伸缩 就让我们感受到它这个 以减欲反的一个特性 所以你积分的运算呢 你虽然一开始积分之后会有常数项 但是如果我们适当的规定的话呢 那也可以让它 就是适当的加一些限制 你可以让它变成有线性的一个结构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Y等于3X加5这条线 它本来不是嘛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适当的平移 它还是会有一个线性的结构 所以就不要被 就是知道这个名词是基本的 但是知道名词要怎么用 那才是重要的